脑梗是吃出来的 医生劝告 这三种食物再好吃也得管住嘴 大家好 我是张医生 脑梗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在中老年人群中呢 也十分的高发 那我们呢 一定要尽早的采取措施 去进行预防 张医生建议啊 这三种食物平时呢 一定要少吃 那这个脑梗是怎么来的呢 从西医上来说呢 脑梗其实就是脑血管闭塞不通 出现神经功能缺损 那这个人就会突然出现昏迷 或者是偏瘫 说话不清楚 抽搐等症状 那么中医上认为呢 这主要是由于这个体内的气肌呢 运化不够 也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气息血瘀 那气不足呢 没有办法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 然后呢 就形成了淤质 当我们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气不够时 身体呢 为了把这个血输送上去 就会加大压力 那么肌体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呢 就容易形成这个高血压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三种食物呢 都是十分容易伤筋耗气 染若我们气肌运动功能的一些食物 大家呢 平时一定要注意 那第一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含有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含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呢 比如这个一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像是五花肉 肥牛啊 还有鸭肉 那还有呢 像是动物的油脂 比如猪油 猪皮 猪蹄 这些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 除了这些呢 比如说像是动物的内脏 像什么脑啊 肝啊 肺肾之类的 那这些食物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量 千万不能多吃 那还有一种是这个反式脂肪酸啊 那这类食物啊 非常常见 就比如小孩都爱吃的薯片啊 带可可纸啊 小面包 还有那些以纸纸墨为材料的奶茶 饮料啊 还有植物奶油 那么他们呢 都在这个范畴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这个含盐分比较高的食物了 那这就提示我们呢 平时饮食呢 一定要以清淡为主 像是平时就习惯重口味的这些人 他患上这个脑梗的可能性呢 也比这个饮食清淡的人要高 因为啊 含盐分高的食物呢 容易耗气 影响我们这个血压的升高 以上三种食物 如果您呢 本身就有这个高血压的疾病 或者说有家族遗传史 就我们平时的饮食呢 一定要注意 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三种食物 再好吃 也得控制一下这个量 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